跟唐牛谈谈马某某 昨天央视早上九点钟 即我们在做节目时就报道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对涉嫌利用网络从事危害 国家安全活动的人员马某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昨天有这个消息传出 外界于是联想有机会涉及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第一因为他叫马某 第二因为是杭州市 所以敏感一点 所以阿里开市的时候 头了15分钟 股价就急跌了一成 之后去到时间点很重要 这个就是9点46分 《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 胡锡进就在微博上就说 他就向权威部门确认了 被捕的人就是马某某 就不是马某的 之后央视亦都更正了相关的报道 就叫那个人做马某某 之后阿里的股价是非弹的 跌幅收窄 收市都要跌1% 但也算是收在100元楼上 还有上星期五 即是政治局会议有些消息传出的时候 其实阿里上星期五的股价就升了5% 之后也有一些学者上载了一些照片 就说5月1日拍摄的就由马云去直述 两个层次去看这个问题 好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怎么问 好 这次事件 你说得很清楚 初期的意愿 就是这么复杂的事 你可以一次过都说出来 很清楚 好 谢谢你 好 这次事件你觉得 都对阿里的影响是否消化了 大家是否已经澄清了 我想没什么的 即是既然在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都已经澄清了 我想那个影响应该不太大 都说不明给你听都不是哪个了 即是马某某来的 影响就不算太大 只不过是从操作上 你又会知道这一件事 即是我经常都说中概股 弹出弹入 那变成大家炒的时候 我想现在可以玩的 都一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一个消息突然间冲上 杀落 即是要习惯 即是最大问题是 可能有些朋友 我打算买一些大蓝丑 就应该不会波动太大了 没有了 现在没有这些歌仔唱了 即是大蓝丑都可以波动性很大 所以你吃得咸鱼抵得可 如果你说我是很害怕 突然间这样怎么办 那你就买小一点 即是我不会叫你不要玩的 即是我想股票 即是经常都说 总会有获利的地方 只不过是看你的timing 买得如何 所以我觉得 是的 继续都是预认了这些消息 会不停的出现 那你就继续在这个波动 看看怎样可以炒到上落 是的 就是刚刚最想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近日的解读 大家都觉得中央都挺大压力 去稳定经济增长 也有外电报道说 会放宽平台经济监管 其实上星期五 就不少股份炒起 不过昨天传出一个这样的消息 又急跌 如果我是投资者 我在低位 其实猜到就没有受报 感觉都像过山车 即是低位跟着又急弹 面对这么多改变或者这么多消息 心态上你觉得应该如何炒这类股份 就是你刚才也说了 应该是细住 就是最近都不太贪心去做这件事 是的 如果你太大注 你昨天如果说一百元 震回来九十多元 都在说差不多一成的跌幅的话 你一定是坐不住的 所以叫做细住 如果你说炒衍生工具领计 我觉得你自己要贴士 你不贴士就很麻烦 例如你买了一只近牛的 被人打了都不知道什么事 是的 还有我想你炒得阿里巴巴美团 这些这样 尽量都不要高追 如果说是操作上面 因为你明知他们是炒波幅的话 是的 你抢上去的时候 你可能也是接火盘 可能有一个range 可能你当阿里巴巴那样 下面九十 上面八一 你可能一百元以下才博 然后博他一百元以下就上回去 就是这样去做一个操作 就是中概股很难用破位追进的玩法去做 一定是趁跌卖然后等 我想 还有是要有耐性的 现在不同以往 买完之后 几天升上去 爆顶 赢钱 不是那些来的 因为可能 打橫 只剩下你一轮 其实你看到阿里巴巴也是 就是之前 八一元 充到上去 都阴了你 整个半个月都有 落到八十元附近 才再抽上来 所以记住是要耐性 还有也要学会忍手 是 就是买中概股 不是天天有得炒的 可能会有些时间会很静 所以 你是要等 等的时间 你又要忍一下 究竟不要这样加转 因为你通常跌一点 大家又想 不如去追一追 追一追 很多的时候 突然间 昨天弄了个马某事件 你又被人把人震走了 所以 是要一个长期作战 有个心态 是 好 我们再看广一点 《华尔加日报》 在假期前就讲到 就是内地准备暂停长达几个月 针对科技公司的监管行动 考虑部分科企的巨头 向政府提供1%的股权 在政府除了分钱之外 在决策当中都发挥了一个直接作用 整个版法来说 你觉得监管是否告一段落呢? 看基本面哪一只最值得吸纳呢? 监管是不会告一段落的 监管应该保持住都会在 只不过是松和紧的 你说现在我放宽 因为大家会这样解读 因为近期的GDP或内地经济 就不是太好 可能要谷谷的时候 可能会放宽相关的平台经济 等它可以做 例如玩手游或什么时候 例如广告投放会增加的时候 谷谷经济上去 但都应该会继续在监管的情况之下 去做一个生态 所以监管应该不会完 只不过是松的时候便可以炒 紧的时候便可以兑上去 变成说之前炒上落那样东西 至于你说买哪一只 我想近期你看图的最强一定是美团 美团业绩之后是相对英俊 但又是那样东西 去到这些位置 就像今天这样计算 我就不会高追了 这些股票 反而你是否可以 追尽做阿淡呢 我觉得追尽做阿里巴巴就相对好一点 是 好 大家都参考一下唐牛的建议